景晨无声地走了进来 影亮了桌上的油灯 外边天色已暗 视线突然变亮 虞书眨了眨眼睛 扭头同景晨的视线撞上 不知为何 看到那对清澈干净 能映出他人影的模子 烦躁的心突然就平静了下来 景晨在虞书的左手边坐下 见他忙完了手边的事情 便倒了一杯茶用手指沾取 在桌面上写道 在想什么 虞书看着桌上 缓缓散开的透明的水珠 稍一走神便脱口而出 我在想 我是不是有些无情 当日听到夏明明的噩耗 他就不觉得 那夏江营的死同他有什么干系 若非事关夏明明 他连插手都不会 可真的是这个人死了 亲眼看到夏江营的死状 看到夏明明的悲痛 他又因为同情 生出了几分后悔 他甚至会想 假如他没有漫不经心地 对待这件事 不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那夏江营会不会就能躲过这一劫 这种马后炮的想法 算不算是老虎挂念珠 假慈悲 虞书自嘲的铭记嘴角 就见景臣对他摇头 用一个动作 否认了他对自己的嘲讽 又用了一行水 写的字反驳了他对自己的质疑 你很善良 虞书盯着桌面上 被昏黄的灯光描绘得 一闪一闪的字眼 沉默了片刻 记起笔时 这人就曾经对他说过这句话 抬起头 凝视着景臣那张 不识人间烟火的脸上 流露的认真 一时竟觉得 这个以往对他来说 高不可攀 又暗藏嘲弄的词语 变得亲切而可爱起来 谢谢 虞书轻声地说道 抛开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一扫愁容 手托着塞对景臣说 君女这么一说 我倒是发现自己 真的挺善良的 你瞧 你和明明的姓名 都算是我救的吧 一路上我照顾你们两个 出钱又出力 起早贪黑的出去赚钱 让你们吃饱穿暖 对你们是不是好的没话说呀 虽然听到有人这么夸奖自己 不大对头 但景臣还是点点头 赞同了他的说法 失忆前的人和事他都不记得 如果只说失忆后 他无疑是对他最好的人 虞书见他中了套 面上不露分毫 那你说 我对你这么好 你日后是不是该想办法报答我 景臣毫不迟疑地点头 虞书一边暗笑他好糊弄 一边飞快地起身 回屋去取了一张干净的藤纸 放在了他的面前 将毛笔递给他 趾高气扬地命令道 哦 我说你写 景臣从他的手中 接过笔 站上墨 等着他讲 虞书挠了挠下巴 想了想才说 你就写 我 龙虎山景臣道人 因一阳于书所救 得保性命 今日立据 他日恢复记忆后 未经他许可 不得擅自离去 景臣写到一半就停下来 抬头看着于书 不是说要他报答他吗 为何要这样写 虞书被他瞧得有些不自在 又不能老实地同他讲 他是怕他记起事后 因为那老实子嫉妒心 又同他说什么 就此别过的混话 然后一走了之 同他老死不相往来 那他照顾他这么久 不是肌肤鸭子蛋白忙活了 看什么看 让你写就写 快写 虞书虎着脸敲了敲桌子 虚张声势地催促 景臣点头 固然不解其意 还是照着他说的写下来 哦 再补声一句 有违此言 来事就让我做条赖皮狗 虞书有些得意 这条毒式 这条毒式还是他跟着清真道人学的 狠毒又不失人性 比起那个死爹死娘的丧心咒 要有品位多了 景臣的手一顿 抬眼看了看虞书得意洋洋的脸 一手握着拳 抵在了唇下 无声地低笑了 虞书见他突然就乐了 纳闷了一阵 便恍悟过来 刚才他自己骂了自己是赖皮狗 脸黑了黑 恼羞成怒地拍了下桌子 笑什么笑 快写 写你就是条赖皮狗 不是我 被他故意骂道 景臣不与他计较 忍住笑意 提笔把这句话补全 既不会违背 立誓又何妨 虞书看他写好了 就把这张字句抽走 看看上头 发现了除了一处 他被写成了他外 并无其他的错误 满意地点点头 呼呼地把墨迹吹干 小心折了两下 钻进了屋里 收进了柜子里最下头 同他的那把 爬满绿袖的上古宝剑 放在了一个布囊里 景臣两手交握 坐在堂屋里 从容地看着门内 虞书的举动 面露浅笑 眼中少许的纵容 这时候的他还不清楚 自己方才立下的究竟是什么 夏明明尚未从丧姐的打击中恢复 情绪低落 留他在家里 于小修不会哄人 景臣又和他没什么话说 要是他情绪上来 想找个人倾诉都没有 虞书不放心他 这两天就没有到秋桂坊去出摊 早起到街上去买买菜 中午给几个人做顿好吃的 尽量地哄着夏明明多吃几口 大理寺那边没传什么动静过来 大概是案情没有进展 也就没有人提夏明明去过堂审问 于书趁着闲在家里 给于小修恶补了两天功课 直接从简单的加减乘除 跳到了包含未知数的方程式 于小修并不知道 这是五百年后的学问 于书教什么就学什么 充分发挥了他勤奋刻苦的优点 对于于书过于苛刻的要求 没有一生的抱怨 在这期间 又有一件让于书头疼的事 景大哥 水缸的缸字怎么写 你写个给我瞧瞧 于书把出好的几道算式题目 放在了于小修的手边 隔下笔走在窗前 看着院子里头 正坐在景臣对面 拿着纸笔向他讨教的小姑娘 对门许大娘的外甥女周芳芳 昨日到回心街上小住 于书昨天出去买菜 回来后遇到了他 小丫头就跟在他的屁股后头 挤进了门 半点都不认声 大大方方的请景臣教他写字 任凭于书 明止暗示不方便 硬是赖在了他们家里头 昨天来 今天还来 于书无奈 又不能强赶人走 恐伤了邻居的和气 只好让景臣应付他 晚上再将周芳芳的八字 多算了一笔 仅防着他在自家遭了眉心 景臣同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画画 对于对面多了个人 涂抹的时间被人打扰 虽说不自在 但因于书交代 只有放弃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的喜好 分神出来指点那周姑娘写字 原来 刚字这样写呀 我还以为这个字会像支水缸呢 一点也不像 作为图护的女儿 周芳芳的性格很是开朗 这样的欢声笑语不断 隔在往常是能调解气氛 但放在这间院子里 配合着众人的心情 就有些招人心烦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吃饭的时候 隔壁许大娘上门来喊人 周芳芳才依依不舍地收拾了纸张 将景臣写好的字都拿走 同许大娘回家吃饭了 她一走 院子里外三个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一个是累的 两个是烦的 只有夏明明那屋没有半点的响动 于小修不耐烦地对于叔道 他下午不会还来吧 于叔拍了拍他的头 哎 忍忍呗啊 我听许大娘说他后天就走了 于小修撇了下嘴 看着院子里的景臣 小声地嘀咕道 都怪景大哥 于叔抬头望着房梁 假装没有听见 于叔在家待了三天 看夏明明的精神好转 才重回到秋桂坊去摆挂胎 这几日吃喝得好 有鱼有肉 花销俱增 转眼就要入冬了 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 家里头连件郁寒的棉衣 都没有 加上棉被探火前 不得不早早地打算 多赚几个好过暖冬 于叔到了孙继的酒馆门前 刚支起推车 福安标局就来了人 拿着几对八字 说是这趟要出远标的几个标师 请他涨算 于叔每月要拿福安标局 二十辆银子的定钱 对于分内知识绝不敷衍 就留了八字让人回去 叫对方明日再来取 他趁着这会儿没有客人 从即时即日一笔笔算起 算得投入 以至于摊钱 做了人都没有发觉 薛瑞在于叔的挂滩前坐下 看着他只顾埋头苦算 来人都不招呼 从当初在他那纸墨店里 打工一个样子 一做起事来 就卯足了精神头 就算房子塌了 都惊动不了他 见他在忙 薛瑞笑笑就不做声音 面对面隔着两尺不到的距离 就近打量着他 说起来也巧 他们在安陵城见过几次面 每回场合都不对 不是他遭殃 就是别人倒霉 哪有什么 好好续续就的机会 这么瞧着 脸还是那张脸 就是比在一阳时 晒黑了一点 人也受减 不知是个子长高的缘故 还是谋生太过辛苦 他记得那会儿 他顶多到他肩膀高低 隔上四个月 这两回再见 他都是快找到了他的下巴了 薛瑞的目光停留在虞书 比起少女来说 更似少年的脸孔上 试图找出来 他是哪一点让他着了道 当初打算好要放过他 如今再见到他人 又开始觉得有那么些后悔 结果是他自己都糊涂了 眼前的这张脸 同美貌根本就沾不上什么关系 这丫头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琴棋书画 想来他一样都不会 小心眼 又爱滑头 真要细数毛病一大堆 但他瞧着就是莫名其妙的顺眼 就好像是那龙井楼的那一道招牌菜 卖相不佳 偏就合了他的口味 虞书将几位标师的八字及时都配好 留下了标头的 晚上回去再用获释法则具体的推算 放下笔转着手腕 一抬头 冷不丁地看见对面 衣冠楚楚的薛瑞 瞪圆了眼睛 见他这表情 薛瑞心中暗笑 两臂交错 稍显得不悦道 怎么 见我跟见鬼了一样 虞书方才一时的失态 转眼便恢复了长色 面对他的调侃 回了白眼 薛大人不去查案 那我这里做什么 薛瑞一臂放在桌上 正景了神色 用着过往路人听不见的声音 夏江营的案子 查了几日毫无进展 我有话想要问你 太史书院的这桩凶案棘手 大眼是临近 突然死了南方一手府上的千金 前日早朝被人禀到了皇上面前 惹得龙颜大怒 拙令大理寺现日查明 然而 夏江营的死全无头绪 嫌犯倒是抓了几个 却没有一样的证据 你找错人了吧 虚书打了个哈欠 一手掌子下巴看着他 我同夏江营素不相识 他连认我都不认 你要问也该去问个明白人哪 你不就是个明白人吗 薛瑞的话若有所指 虚书沉默不语 不是他不想帮他的忙 而是这事轮不到他管 薛瑞要问的肯定是夏明明的事 明明没有把他梦到夏江营 遇害的事情讲出来 自有他的打算 自己要是这么横插一杠 对薛瑞讲了什么不该说的 还不知是好是坏呢 是有什么不方便告诉我吗 薛瑞察言观色 看出虞书的为难 暗道可惜 他是着急着这件案子 却不想强人所难 虞书犹豫了一会儿 开口道 嗯 你想问什么 薛瑞说道 罢了 你不方便说 就不讲了 让你问你就问 磨叽什么 反正他也不一定回答他 看着他的急脾气 薛瑞暗自失笑 清了清嗓子 盯着他的脸正色问道 这样啊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夏江营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换到 技家四小姐的房间去住 就猜到他要问这个 虞书叹了口气 对他摇了下手 嗯 这个不能说 还有别的要问吗 薛瑞的眼底 精光一闪 坐震了身体 摇着头笑道 哼哼 没了 多谢 虞书奇怪道 谢我做什么 我又没 画到一半 突然卡住 他看着薛瑞脸上的笑容 想了想 恍然回悟过来 自己方才 透露了什么讯息给他 面生脑色 你透我的话 这家伙 哪里是想要 从他的嘴里 打听出来 夏江营换房间的原因 分明是在试探他 知不知道那个原因 他一句不能说 已经明摆着告诉他 他知道内情 他从夏江营非亲非故 想当然是从夏明明那里得知的 他明知内情 却又不肯说 这不等于是在告诉他 夏江营会换房税 结果遇害 同夏明明有关 薛瑞看到虞书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 真不知是该夸他聪明 还是该埋怨他 不生得笨一些 见他生气 薛瑞轻咳了一声 神情严肃道 阿树 你要知道 夏江营的死牵扯甚广 若不能早些查明真相 让凶手逍遥法外 不光是死者含冤 太史书院中的其他学生 也很危险 谁知道那个凶手 杀人害命的目的是什么 假使如你那天的猜测 夏江营 是死于非命 待人受过 那凶手定会在伺机行凶 听了这番话 但凡有一些正义感的人 八成都会为之所动 然而虞书却是冷笑了一声道 哼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薛瑞被他的一句话 堵了个正着 下头还有好半篇 仁义道德都给憋了回去 只觉得刚才 同他说了那么多话 简直是白费了半天的表情 他怎么就忘了 这丫头是个狠心肠 能忍上几十个板子 爬公堂告状出气的狠角色 他同他讲这些 不是对牛弹情吗 对牛弹情